其實是這樣子 郭台銘呢 他為什麼要在這樣的場合 講這樣的話 剛剛您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流量密碼 他在哪裡 在高雄 高雄是哪裡 就是韓國瑜之前選上 第一 選下了一個 把那個綠營的這一邊的旗幟 拿下來 然後變成我韓家軍 插旗的一個旗機 所以他在韓國瑜的地盤上 對著誰 下面是眷村的人 下面有十多個退將 所以這些人都是藍營中的深藍 所以流量密碼是什麼 當然就是要把韓國瑜 在這個時間給挺出來 然後像馬祖伯一樣的 第一個就是 我鄭重的對於韓國瑜 制切一局功 第二個還要引用他的話 莫忘世上苦人多二局功 再加一個三局功 三局功就要家屬打理囉 所以韓國瑜出來打理了 什麼打理呢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 這個高招 他講什麼 他講說就是來者 來者可追 團結 奮鬥團結 這一句話我問你 如果是侯友誼 出來說韓國瑜 對不起 我那時候應該要力挺你的 結果我那時候沒有力挺你 對不起 那我們一起努力 他講來者可追 奮鬥團結 是不是也一樣 也一樣啊 所以這就是韓國瑜 高招的地方 他回了一個話 讓你覺得我好像 對 你對我的致歉 我收到了 我心靈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回應郭台銘 你直接就說 阿民 三半啦 大家都兄弟 別說那麼多啦 不是就更清楚了嗎 他不會用一個似是而非 不是似是而非 就是說感覺上 每個人都可以對號入座 人人有希望 個個沒把握 我這個時間點 當然你看喔 他馬上 郭台銘就馬上回覆囉 莫忘世上苦人多 韓市長我們一起努力 什麼意思 他是回應我啦 他是回應我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 要告訴韓粉 韓國瑜是跟我有直接對話的 但是你說韓國瑜 是不是真的 把過去這段時間 跟郭台銘之間的心結 真的一笑敏恩仇嗎 我倒覺得不一定喔 如果真的一笑敏恩仇 如果是我 如果我認為 郭台銘已經跟我致歉 我一定是說 欸 郭董 過去的事情 我們都放下吧 我們一起為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你要有一個禿誰嘛 對不對 禿誰 所以這個感覺起來 是比較中性的說法 對 這個說法意思是 任何人要來搞不好那個 要來請求我 或是要來給我尋求支持 我都願意 主要是黨提名的人 我都願意 但是來則可追 剛剛黃哥有說 前一句話什麼 事成義 過去讓他過去 這不是在對郭台銘喊話嗎 但是得罪過韓國瑜的 又持有郭台銘 侯友宜沒有嘛 很多人都有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韓國瑜高招的地方 他其實這一招是變得 讓你覺得說對對對我們過去的都過去 但事實上 如果今天韓國瑜來尋求 那個 是侯友宜來尋求韓國瑜的支持 你說 難道韓國瑜不會支持他嗎 我覺得搞不好這句話又出來一次 大概在代表著我 其實任何人 只要是藍軍 支持了 只要是藍軍提名的 其實我韓國瑜 他現在要趕快叫侯友宜 趕快也跟韓國瑜道歉一下 看看有沒有出現這件破文 對 有沒有這個破文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 郭董他確實是有精進了 他學到一個所謂的流量密碼 什麼叫流量密碼呢 我大敢講 我勇敢講 然後我講錯 也沒關係 總好過於 總好過於不講 所以他一個禮拜之內 竟然講了七大禁句 大家嚇到不行 開始 你大家死去 再來就變成要在半瓶山 蓋一個小型核電廠 再來就 大家通通都有講 每一個縣市都蓋核電廠 大家都不用搶 那我們聽得越聽越害怕 可是這對郭台銘來講 其實他有一些反應 他有一些討論的聲量 他的民調也確實 在這樣一波一波的聲量當中 不斷的上升 不斷的上升 他現在其實在走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路數 希望把不管好的 起碼你們對我討論的 對我的議題有一些討論度 大家對我的關注力 大家對我的支持 就會在這樣討論中 不斷的增聞 那你反過於韓國瑜 那個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感覺起來 好像因為現在這個禮拜 聽說清北市在放假是吧 就是議會特別在放假 我願意要啦 今天沒有放假啦 我不要上班 因為被刀了 市長好像 今天又改書面了 都改書面 他們都有改書面 他可能讓他改書面的方式 讓韓國瑜趕快去惡補一些 下個禮拜真正要上班 要上課的就是 民進黨的立法務 還有加凱迭加 對 他並沒有否認對不對 顯見就是 所以我覺得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郭台銘現在的策略 反正就是 只要有聲量 不管好了 不好的 能抓到貓就是好貓 抓老鼠就是好貓 他是企圖用這樣 可是他也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提到 當你的負面的 或者是你道歉的情況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會變成是 感覺上你已經不再是 那個霸道總裁 不再是那種經營 有感覺 最近反差有點大 你知道嗎 對 好像快要變成 慢慢轉型成 草包3.0的那種氛圍 這其實是會要小心一下 當然有聲量是好的 有討論度是好的 但是當你變成是 有淪為一種笑話 甚至是各個縣市 都一個和小型和電廠 這種話都講出來的時候 會凸顯出 事實上你並沒有準備好 然後最後回到一件事情 大家都還記得 事實上整個藍營的盤市長 韓粉是非常黏著 但相對來講是少 再來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再來才是泛藍這一整群 所以郭台銘現在 一定要想辦法一二三 這三群人全部要囊括到 他第一開始跟國民黨道歉 就是這邊的人 後來現在跟就是韓粉道歉 所以怎麼樣 兩邊有稍微拿到了 對 都拿到了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泛藍這個部分 那泛藍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不要忘了 柯文哲還在後面 所以如果說真的 成如現在不管是邱燕 還是巧心所講的 五月十七號 事實上國民黨就已經主義 要提名了就是 侯友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郭台銘 有沒有可能再回頭一看 發現艾亞千里群 他其實柯文哲還在後面 深深的守候著我 在這種情況之下 郭 柯 沛 搞不好 還是有機會成事 那你看趙天玲委員就說 票投國民黨你家核電廠 那郭台銘拋出這個議題 所有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都不敢回答 大家都在閃躲 大家真的嚇呆了 今天在媒體有捕捉到 包括林志廟 林志廟 那怕 我想說林志廟應該年紀有點大 我怕 沒關係 然後看著 尊重 差一點就用飛了 然後讀蔣萬安 蔣萬安就是說 不評論 不評論 理性討論 然後謝國良好像是完全沒有露面 然後張善政也對這個問題 也不太敢表示意見 所以你就知道 我覺得這些藍營的縣市首長 都心裡想說 嘿 阿明啊 第一屏 第一屏 你那個手榴彈 你打開忘了丟出去 不是 國民黨不是永和嗎 是永假是不是 這些藍營縣市首長都沒有講話 其實我覺得這些縣市首長是這樣 台灣很多人永和 但是不要蓋到我家 所以蔡愛的郭台銘這一句話 等於是真的是造妖精 造什麼妖精呢 國民黨所謂的永和 事實上都是很大把人死 你去蓋他家 蓋他家 你們沒有一個人真正想過 這核被料之後 要怎麼處理的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郭台銘是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真心認為 小型核電廠這件事情是可行的 我給你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 要不然你就在你的土城總部 好像那個其實你土城很大 你的總共是很大 你不然你這邊先試行一個 先蓋一個 第二個 你的新一區 你的豪宅再蓋一個 如果你的 新一區房價還會是高房價嗎 如果你可以爭取你們那個理 不要太多 就你們那個理 所有人超過七成 要不然蓋在紅海旁邊 要不然蓋在新一之心旁邊 對啊 你如果可以成功 我跟你講 其實是我個人認為 蓋在紅海土城自己的工廠裡面 最沒有話說 因為你自己就所有權利的 我要在我們家蓋著 核能發電廠跟你們什麼期待 對 別人不能講話對不對 是不是聽說是你選區 你應該也不會反對吧 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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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反對 你看現在才說而已 馬上就有民意代表 突然之間又代表民意來反對了 那不然那你要不然就是說 好吧那新北市反對 你說台北市要蓋一個好不好 那你這裡新一區吧 你新一區 願意在你們那個豪宅區 如果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豪宅鄰居們 勸除七成 不要說100% 七成願意在那邊說 我們支持郭董在我們這一區 蓋小型核電廠 那我們就認真來看待你這個 每個縣市都一個核電廠的政策 如果你沒有辦法丟出 你們自己信義之心是吧 七成的住戶認同的話 那我們就說你真孝的 你們有錢人 你的命都是命 我們其他人 窮人的命不是命嗎 怎麼可能可以這樣呢 當然不可以 但他的意思是講 他其實我覺得他某一種程度 他想要吸引大家注意 然後但是他的政策 就是說這個是可以 未來討論的方向 但是他跟我一個太懷疑 說每個縣市一個 那乾脆如果這個東西這麼無礙 就是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那你鴻海抽獎 每年尾牙抽獎 送核電廠 抽一台那個小型核電廠在你家 永遠不用繳電費 沒有缺電問題 有可能嗎 不是啊 可是你看國民黨的態度是這樣子 那你現在既然說 你還沒有加入國民黨 你現在就直接單挑 國民黨最敏感的話題 這樣對他來講有幫助嗎 所以我剛剛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他其實也不是傻的 他也知道 黨主席或其他人就想說 把你郭台銘當成一個表面上 跟人家 你有機會 你有機會 事實上裡面的名單 早就打開來 你可能還說可能會陰我就對了 還會陰我 所以你陰我 我也來陰你啊 核電永核是吧 支持核能是吧 那各個縣市都一個 所有藍營的縣市首長們 大家應該不反對吧 真的江一軍 當然不用有人敢接這個議題 所以郭台銘這一招有一種 如果說他是真的有去想過的話 他這一招某一種程度上 是把國民黨的這個所謂的核能政策 打回原形 讓人家想說你看你假的嘛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 現在就兩個都在有一點是 或給對方弄一個讓你穿小鞋 表面上是這樣 但事實上可能故意是讓你的一個 讓人家看清楚 選民看清楚 其實你說的一切都是假的